真葡萄樹 其實我所用的聖經節 都是講到耶穌跟門徒在離別的那個晚上 我們說最後的晚餐 最後的晚餐是耶穌所講的 所以我整個41章到46章的話 我都是用耶穌的臨北正言 我用幾節的聖經講葡萄樹 那耶穌福音的第15章第一節 耶穌說我是真葡萄樹 當耶穌在上十字架的前一個晚上 他以門徒吃最後的晚餐 那晚餐之後彼得就問他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就問他說主往哪裡去 主就是耶穌了 主耶穌你要往哪裡去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彼得不是問我要往哪裡去 也不是問大家要往哪裡去 也不是問以色列人將要往哪裡去 他是問說耶穌你往哪裡去 這是一個跨越個人族群跨越時空的問題 我們如果跟隨他 而不知道耶穌要往哪裡去 我們就不會知道自己要往哪裡去 那耶穌的回應呢 記錄在聖經裡面的耶穌福音的第4章到17章 非常寶貴的耶穌福音14章到17章 是耶穌的臨北正言 那其實他完了以後他就去禱告 去克西瑪麗年禱告 然後就被捕走了 就被抓走了 所以他隔天就要定十字架了 所以他等於是耶穌在這個肉身 給門徒的臨北正言 在耶穌福音第14章到17章 那我今天只用耶穌福音的第15章 短短的幾節 來講我的第41章到46章 當耶穌講到說我是真葡萄樹 這是何等有意思的敘述 創造宇宙的上帝 救贖人類的主 怎麼會把自己比喻成為一棵樹 而且是葡萄樹 那葡萄樹的學名呢 我今天所引用的學名是歐洲的學名 歐洲跟中東非常常見的這個學名 美國有他自己的葡萄樹 這個南美洲有他自己的葡萄樹 其實自己的葡萄樹大概有36種到40種 那我今天所用的是 中東地區的葡萄樹的學名 那怎麼耶穌會把自己比喻成為一棵樹 而且是葡萄樹 他沒有說我是真橄欖樹 他也沒有說我是真烏花果樹 他也沒有說我是香柏樹或者是十六樹 他更沒有說我是台灣的木瓜樹 沒有 那到底葡萄樹有什麼特別 值得耶穌去比擬 耶穌講祂是真葡萄樹 祂的門徒一聽就明白了 因為葡萄樹是中東非常常見 可能可是最常見 也是最廣泛種植的果樹 那麼西伯拉文稱這個葡萄呢 它的意思的話就是結果汁的意思 就是多結果汁的一種樹 那耶穌的門徒呢大部分都來自加利利 讓我們知道加利利多產葡萄 在整個以色列整個中東地區 最好的葡萄酒是來自於加利利 最好的葡萄是種在加利利 但是長久以來呢 人類對於葡萄的了解 其實非常非常有限 其實葡萄是人類最早栽種的一種果樹 長期以來我們對它了解還非常有限 這個有限不是因為人類疏語研究葡萄樹 而是我們越研究葡萄樹呢 我們越壓抑它生命的奇妙 我自己在美國唸書的時候 我是唸Yuki Davis Yuki Davis 加州大學的戴維斯分校 我們這個學校裡面有個系 叫做葡萄系 叫做葡萄栽種系 叫做葡萄栽種系 其實這件機會我們這個學校有 因為我們非常接近美國的加州 很接近這個Napa Mary 這個Napa Napa就在我們附近而已 我們大概開車大概開一個大概一個小時 就是到就可以到這個Napa 那你知道嗎 這個美國的這個百分之 可能百分之八十五到百分之九十五的九 是來自於加州 那加州呢最有名的一個產地呢 就是這個Napa 那所以很可能是這個原因呢 所以我們這個協項呢 就有一個系呢叫做葡萄 葡萄栽種系 其中是全世界唯一的 它不只有大協附 它還有給到博士協位 博士協位 那我自己 我還認識我們以前在查經班裡面呢 我們有個同學是台大食科的 食品科學的 然後他畢業以後就到美國去念葡萄酒系 那他有個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 他常常帶葡萄來給我們 還有常常帶葡萄酒 有什麼意思就帶葡萄酒了 為什麼 因為他不會喝葡萄酒 他不敢喝酒 結果他是練一個葡萄酒系 葡萄 栽種跟葡萄酒系 我現在就要看到葡萄酒 而且我們這位可愛的姊妹 後來他拿到博士協位 後來他畢業之後 在美國的聯邦 在一個藥品檢驗局 在那邊當一個研究員 所以人類其實長期的研究葡萄 但是我們越研究 我們發現葡萄生命太奇妙了 葡萄樹跟葡萄 跟很多植物的特性都不一樣 所以如果我們只是在葡萄樹的栽培 收成 加工跟釀酒 跟一些研藝的經驗來認識的話 那我們就太小看了 葡萄樹了 人類在1970年代遞到能源缺化的危機 在1980年我們遭受水質鹽溃化的危機 1990年代人類承受氣候變遷的景性 2000年代的話 我們普世都發生了糧食供應不足的動盪 所以人類是不斷的有這個危機 但是能源不足 供水不足 氣溫不穩定 對於許多的農藝作物 是一種會受害減產的 但是葡萄樹的影響非常的小 葡萄樹容然是按照自己的節奏 記性的結果 那我們知道 竹物在這種惡劣的環境當中 依然能夠保持自己正常的生理代謝呢 重新我們在學術名詞上有個名詞叫做逆境迴避 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想這個影響更清楚的話呢 我們有一門課叫做逐物逆境學 我自己曾經在台灣大學的逐物學系呢 看過兩年的這一門課 那現在好像這門課已經沒有了 我現在不是很清楚 就是我們就做逆境迴避 那麼在逐物的話的話呢 當然就是逐物的逆境迴避 迴避生理學 這是個非常有趣的這個學問 那近代呢 對於葡萄樹的逆境迴避呢 我講幾個目前我們已經了解了 它很多本領是別的樹沒有的 第一個 最重要的一點是第一點 我底下寫了四點 最重要的是第一點 就是葡萄樹根的吸水能力 它跟別的樹都不一樣 環境葉惡劣呢 葡萄樹的樹根呢 就往下扎了葉深 這個沒有什麼特別 第二個 它的根的話也可以側向昏布 天氣越熱 它昏布的夜廣 這個也沒什麼特別 天氣炎熱的時候 大地就會乾旱 大地乾旱的話呢 葡萄樹的樹枝呢 如果嚴重切水的時候 它的根就會選擇 地下水最多的地方 吸收大量的水混 這個是 只有葡萄樹才有的 我在往下唸 枝葉如果列為切水的話呢 根就會選擇 葡萄教室的地方去吸水 如果不切水的話 它根就會儲存水混在體內 所有的樹裡面 具有葡萄樹有這個特性 葡萄樹的樹根 它可以有智慧性的選擇 需要吸水的地方 我們在科學上 我們稱之為乾濕區域的這個輪體吸水 也就是說呢 我如果很切水 我上面很切水 然後它就會吸收最多水的地方 不太切水 它就吸收比較乾的地方 然後呢 如果你不切水 它就開始給你吸收水混 這個我們一般植物如果切水的話 是所有的根都在吸水 我們不會去選擇 根不會去選擇說 哪個地方是我要吸水的地方 這個機制是葡萄樹特有的功能 它為什麼有這個機制 不了解 我不了解 耶穌說它是真葡萄樹 其實最重要的是 葡萄樹有個非常特別的樹根 葡萄樹的金 葡萄樹的葉 葡萄樹的枝子都可以被剪掉 但是葡萄樹的根被剪掉怎麼樣呢 它就死了 其實它最重要的是葡萄樹的根 非常非常的特別 第二個的話 我們稱為葡萄樹精的水混再溫配 這個葡萄樹 第二個特別 就是葡萄樹的精部 它的輸水的速度非常的快 大概是一般足物的兩到三倍 所以這東西很特別 它為什麼可以這麼快的送水呢 我們現在才發現呢 它這個送水的話是導管 那導管的結構呢 它非常非常的特別 它大部分都很粗 但是它很粗的地方呢 又留下很小的孔隙 那所以呢 因為它很粗呢 所以它就可以快速的吸 輸送水混 那但是呢 它裡面呢 因為有一個部分呢 它比較小 這個比較小的話呢 它就會 因著毛細現象呢 都會多儲存一部分的水 在體內 那我們學術名詞的話呢 我們叫做bottleneck bottleneck就是瓶頸 我們稱為瓶頸效應 什麼叫瓶頸效應呢 就是它那個管子裡面 它有粗有細 粗的地方它送水 細的地方它把水怎麼樣 毛細現象把它留下來 那留下來的話的話呢 所以呢 等它缺水的時候 它立刻送 立刻從它植株裡面 所缺水的部分的話呢 從它送到缺水的地方 那這個機制的話呢 我們是因為水流再溫配 葡萄樹獨特的 別的植物沒有這種特性 這葡萄樹非常一樣 特殊的 第三個的話是比較一般的 一般植物也有第三個特性 我們是因為植物 葡萄樹的葉子呢 可能會有一個調控的機制 就葡萄樹的葉子呢 它本來也有氣孔 所有植物 大部分的植物它都會有氣孔 但是呢 葡萄樹呢 它的氣孔的話 大部分都在清晨跟黃溫才開放 所以我們知道 大部分的葡萄樹 都是在清晨怎麼樣 成長的 跟黃溫的時候成長的 它中午的時間呢 它就關閉 那植物的話它也會關閉 但是呢 它在關閉以前呢 它就會把大量的CO2 大量的二氧化碳怎麼樣 儲存在它葉子的裡面 可能它一關閉的時候怎麼樣 它還可以繼續進行這個代謝 第三個 這個比較是一般性的 其實鳳梨也有這種特性 你知道這個鳳梨 鳳梨大部分是晚上 晚上在開放氣孔 晚上怎麼樣呢 可以大量的進行它的這個代謝 那這個 所以呢 這個鳳梨呢 在這方面的話 比葡萄樹的葉子要更強 因為它是在晚上 晚上 所以你要 如果看到種鳳梨 非常非常的乾 鳳梨幾乎不在一起要乾乾 那這鳳梨怎麼樣呢 它可以長得非常非常好 就是因為它的晚上 它白天不開氣孔 晚上的時候呢 它才開這個氣孔 那這樣的話它可以節省很多水分的善事 不過葡萄樹呢 大部分都是在黃昏的時候 或者早晨很早的時候 那是葡萄要成長很重要的一個時間 第四個的話就是葡萄樹的結果 葡萄樹這個葡萄的果實 跟幾乎是很特別的 因為它跟很多果實都不一樣 葡萄樹本身它會調整時間 它在它缺水最不影響的時候呢 結果子 這個是它一個特殊的本領 葡萄樹呢 從來不爭取單位面積 要有最大的產量 它是對於有限的水分 給予最高的使用效率 這個是一個植物的智慧 一般的植物 它會在單位面積裡面 爭取最大的產量 葡萄樹